Hello,大家好,朱春路 雖然澳門四季酒店傳說中有些高不可攀 但今個十一黃金周 這一期發現奢華酒店其實都可以很親民 沒有內地旅客,酒店房特別便宜 不少澳門本地人一家大小來一次staycation 朋友一家在9月30日入住四季酒店 本來訂的是普通房,一千四百八十元 扣除了政府四百元的補貼,就是一千零八十元 還送你五百元的酒店消費券 重點來了,重點就是和你升級了行政套房 房間是一千尺這麼大,有三張大床 以往黃金周的時候原價是賣一萬四千八 來到四季當然要一家大小到泳池裡曬太陽 游一下水,攤在這裡,攤一輪先 泳池那邊的水果、雪糕、飲品是源源不絕供應的 小朋友最喜歡的了 整個泳池這麼大,原來只有三個家庭用的 都是本地人,簡直是包了牆,做大事 晚刻還可以叫外賣M food上酒店吃 喜歡吃什麼叫什麼 早餐就很豐富了 五個人吃才七百四十五元 有五百元的消費券抵消了之後 自己其實只是出二百四十五元 如果加上一千零八十元的房間 對上一天是下午兩點 check-in 第二天下午四點才退房 加起來只是一千三百二十五元 玩足兩天 小朋友高興,大人開心 還有一天免費泊車,真是超值 玩到真是賺到,澳門人 聽說巴黎人和上浦經 還抵都是特價六百元一晚 所以吸引了不少一家大小的本地人去玩 好,今集看到這裡 如果喜歡我們的頻道的話 記得訂閱,按讚和分享出去 我們下次見,拜拜